空氣是透明 除非它混合了一些髒的東西 用眼睛就能看到 我覺得香港人被困在一個充滿煙霧的玻璃圈裡 我是Tommy Foon 我是在香港出生的 我十歲就和家人移民到委內瑞拉 我在那邊就讀平面設計 然後後來就發現 攝影就是我最有興趣的 因為我覺得攝影是可以 令我發揮我想說的東西 以及想別人知道 某些事情或者事情發生 我每年都回來香港一次探親人的 一年比一年 覺得香港的空氣問題是越來越嚴重的 每天都是這樣 每天都出去拍照都是灰灰的 所以我拍照就看得很清楚 我在香港經常都會去一些比較遠的地方 就發覺遠的地方 空氣就越好 越近大致空氣就越好 我就覺得空氣問題 跟這個城市車輛和人口很大 關係 我這批照片是放一些照片 進入瓶裡 因為我覺得香港是 好像一個玻璃瓶 困住所有的空氣污染的東西 有時候是看不到的 除非我們放在瓶裡 這樣就會看到 很明顯看到有些煙 有些煙霞 在瓶口裡飛出來 批照的時候最難的就是 選擇放在瓶裡 每一張照片 因為我想每一張照片 都代表到 每一個香港不同的地方 以及每一個不同的 污染空氣的原發者 很多攝影師 在每一層社會的生活 都可以表達到 很多不同的問題出現 有很多東西是 普通人看不到的 或者看不清的 我們攝影師就 憑我們的相機 可以拍到一些照片 人家一看就知道 問題是存在的 好像香港這麼發達的城市 政府都應該要想著 有什麼措施 令到污染 將來不會那麼嚴重 每個市民都在污染空氣 每一個變化 都要由自己開始 珍惜這個資源 不要浪費 這樣就會減少污染空氣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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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